這種號稱是新型的擴張一體工具 它看起來在網路上看起來很好用 它打開之後 它有一個收納袋 還蠻可愛的收納袋 然後打開之後呢 它有附一個板手 一個套筒 一個夾具 一個夾具 然後最主要是擴感器的本體 擴感器本體以外 它還附有 擴感頭 它這還有另外一個 這應該是 2分還是3分的套筒 然後它附有 它附有 1 2 3 4 5 6 7 8 有8個擴感頭 2分 3分 4分 然後這個 這個算迷你還算分的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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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4分的 擴 擴感頭 本體 它本體長這樣子 它本體下來 它的偏心 就是一個螺桿 它這個偏心就是長 很簡單的結構 它跟電鑽驅動 它附了板手 跟套筒 用電動來驅動 然後附了一個說明書 那說明書 沒有說什麼 說明書 從這邊開始 翻開第一頁 電鑽轉換頭 連接電鑽轉換頭 用電鑽操作 每次使用前套擦上潤滑油 然後使擴出喇叭口更光潔 且無雙眼皮 然後它的說明書就這樣子 它的夾 夾居家人家這樣夾 夾住 然後放著操作 後面這樣 一頁而已 它只有這樣一頁 那麼來操作的話 我們要用2分跟3分的來試 最後用2分的 2分的跟3分的兩個擴感頭來試 首先它說要倒腳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銅管 先倒腳 2分的也先倒腳 1分的 到這我們先試這2分倒的 它倒腳的夾具 它一邊有這個 喇叭形狀的凹槽 另外一邊是平的 另外一邊是平的 我們要看一下平的 所以它的操作應該是 它操作這樣子 轉開把它放進去 然後旋頸把銅管夾起來 就這樣子操作 我們把2分的倒過腳的銅管 放進我們這個 它有一個問題在於說 我們在擦這個時候 它不能平平的 不能這樣平平的 平平的這樣你擴感起來之後 它會太少 所以要露出來 但是不知道要露多少 只能抓個大概 然後這個夾具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固定它 容易在翹起來 翹起來這樣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讓它平 平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它鬆開 先把手壓緊 壓緊之後呢 要固定的時候 先把手這個壓緊 然後旋大概緊 剛剛有試過大概露出這麼多才夠 它的夾具蠻直覺的 就這樣 但是我們在夾的時候 它會翹起來 這會翹起來 所以我們要小心不要讓它翹起來 翹起來到時候 倒的時候它一定會歪一邊 所以先鬆開 大概轉緊 差不多之後 再抓這個突出的量 盡量讓它平一點 然後這樣把它抓緊 多少一點 大概露出這樣 露出一點點 我們現在把它旋緊 旋緊 旋緊它再夾緊 盡量讓它平 旋緊之後呢 我們拿出我們擴板器的本體 它這擴板器要先後退 先後退 我們用它送的套筒 這樣把它 後退之後 我們把夾具這樣放進去 可是它夾具沒有定位的 沒有任何定位的結構 所以只能大概就這樣推到底 看到 我們這樣推到底之後 然後我們要用 靠上 看起來好像銅管有在 正中間 這樣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用板手來操作 這板手比較慢 我們可以慢慢的操作 然後把它旋緊 然後把它旋緊 可以用電鑽操作 但是我們 把它試 然後把它鬆開 鬆開然後我們來看 鬆開 全開之後呢 把它取下來 打開 把它拿下來 我們待會再來看 這樣可以很清楚看得出來 看這裡 它沒有辦法正中間 倒起來它就會歪歪的 剛才其實試了很多次都是這樣子 這是兩分的 兩分比較小啦 當然大家比較不容易 我們來看這個 喇叭口 它一定要露出 這個夾具 它不能 它一定要露出夾具一定的程度 它才會有這個喇叭口 叫做肉心 如果你夾很近的話它會完全沒有 好我們再來試三分的 三分這個我們剛才有試過 先把它裁掉 先把它裁掉 我們把三分的管 把它裁掉 我們的切管器 把它裁掉 把切管器裁掉 這個口還蠻圓的 倒腳一下 倒過腳之後 倒過腳之後呢 我們先把這兩分的夾具放回去 然後拿出來三分的夾具 八分之三三分的夾具 拿出來 一樣我們先把它放進去 這個一面平的 一面有凹槽的 把凹槽的朝上 然後因為它是從這邊破緊 所以你的開口要朝 朝側邊 這樣子 好這樣子 裝上去之後 把我們三分桶管 有倒腳過的三分桶管放上去 它這一定要露出來一點 它這個如果沒有露出來的話 要稍微露出來一點 如果沒有露出來它那個 我們試一次沒露出來 大家看好了 這個如果是平的 幾乎是平的 有沒有看 它這個銅管露出 如果是剛好平 跟這夾具平的話 我們看 這樣旋緊 旋緊它 大概有扣的時候才不會跑 然後 一樣 我們要放到我們扣管器裡面 先把它逼近 有沒有看 它要逼近了 還沒出力 畢竟 確認它有在位置上了 這夾具也不會動 然後 我們 轉 如果是平的話 這樣就轉不動 完全轉不動了 把它打開 打開 然後我們看看 它的夾具鬆開 所以說它那個 銅管一定要露出 夾具不然的話 它這個 喇叭口的地方 它就會非常的 淺 太淺 它會完全倒不到 所以是要露出那個 整個喇叭口 如果你跟它平倒出來 擴管擴出來 這樣子 我們把它拆掉 我們再來試 它那個要露出夾具 只是說露出多少 因為沒有參考 所以就是憑經驗 但是 因為它那個夾具的關係 我們那個管子 被破壞了 所以我們把它整個都拆掉 整個都拆掉 好 我們把那個管子 剛才有夾具的地方都拆掉 好這管子就等於是 沒有用過的管子 我們一樣倒腳 先倒腳 然後 一樣我們這三分夾具 八分之三 三分夾具 放進去 管子大概露出來 大概露出來這麼多 露出來蠻多的 放它不夠 它露出來這麼多 然後一樣夾緊 然後它管子 好這樣是有夾緊 我們現在讓它還是 這樣子 好這樣夾緊 露出這麼多 夾緊之後呢 一樣 放到我們的擴感器裡面 它這擴感器沒有定位的機構 所以你只能憑感覺就放到底 放到底之後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偏心走 它這個擴感頭 並沒有偏心 一般都是偏心的 在頂到正中間 頂到之後 我們一樣 往手動來 往手動來 往來看它 它的 讓你看 看喔 我的 好 我們來 把它 這樣已經完全動不了了 手動已經轉不動了 我們把它鬆開 鬆開 鬆開 打開 打開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擴感的效果 要先把它拿出來 把整個傢俱拿出來 管子才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把管子中的傢俱拿出來 我們來看齁 看起來 我們看它擴感之後的效果 雖然很亮喔 但是 我們從這樣側面看就看得出來 它整個 銅管沒有辦法 平均的擴感 它歪一邊 它會歪一邊 而且歪很多 它會 大小邊 它擴感出來就是這樣的效果 然後我們從下面看 然後看剛才兩分的 它擴感出來就是這個效果